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引发了冲击 而现在这种担忧似乎有所缓解 因为中国最大的私营企业集团之一恒大集团表示 将向中国的债券持有人支付利息 恒大在表态之后 其股价在香港上涨了18% 如今的恒大令人担心它可能会破坏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 并引发全球的连锁反应 但经济学家表示虽然银行和其他的债券人会赔钱 但其2万亿元人民币约合3100亿美元的债务违约 似乎几乎不会损害中国的金融体系或影响到海外的市场 过去一周来自中国各地的恒大投资者和购房者 纷纷来到了多个城市的恒大分支 要求恒大弥补损失 中国时间周四下午一些人聚集在恒大位于深圳的总部 警察迅速用栅栏围住他们 同时举着写着警方正在收集证据的牌子 直到现在中国监管机构尚未宣布可能会采取什么行动 但尽管如此 恒大债券的银行和个人买家可能损失多少还是不能确定 但中国股市似乎已经从周一暴跌的焦虑中恢复了过来 中国基准上证综合指数周四收盘上涨了0.4% 香港恒生指数上涨了1.2% 而经济严重依赖中国贸易的澳大利亚和东南亚市场也出现了上涨 经济学家表示 任何政府行动都可能侧重于保护为尚未建造的公寓付款的中国家庭 而不是救助银行或其他债券人 恒大的债务现在相当于中国年经济产出的2% 但经济学家表示 国有银行业可以吸收可能出现的违约 今天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呼吁联合国安理会 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并将其视为创造绿色基础设施和就业机会 以支持气候变化的机会 布林肯呼吁安理会授权联合国外地特派团 将气候变化的影响纳入其规划和实施中 就像联合国伊拉克援助团所做的那样 他还建议联合国在其所有冲突调解和冲突预防工作中 更充分地整合与气候相关的数据 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 随着加州每日报告的COVID-19感染人数稳步下降 美国人口最多的州现在拥有着 美国最低的冠状病毒病例率 根据CDC衡量感染率的四级系统 截至本周一 加州是唯一一个社区传播被认为是大量的州 其他49个州则处于广泛级别的最高级别 那与此同时根据加州公共卫生部的数据 加州的七天阳性率目前为3% CDC的数据显示相比之下 临近的Arizona州、内华达州和俄勒冈州的传播率 是加州的两倍多 阳性率至少高出三倍 除加州以外 没有其他州的病例率低于100 另一方面 西弗吉尼亚州的社区传播水平则最高 病例率为每10万人715.8例 检测阳性率为10%至15% 全美的七天平均病例率 为每10万人250.7例 七天阳性率约为8.2% 加州公共卫生官员强调 COVID-19病例主要发生在未接种疫苗的人群中 其发病率大约是接种过疫苗人群的八倍 数据也显示在8月29日至9月4日期间 16岁及以上未接种疫苗的加州人 平均每日发病率为每10万人中71.03例 而同一年龄段接种疫苗的人为每10万人中为8.9例 官员说近83%的符合条件的居民 以及超过70%的加州人 至少接种了一剂冠状病毒疫苗 自Delta变异引发的夏季病例激增 在8月中旬左右达到顶峰以来 加州的COVID-19病例一直呈下降的趋势 在加州于6月15日首次完全重新开放 并取消了大部分的冠状病毒限制之后 高峰则开始了 从那以后加州的一些地区包括洛杉矶县 重新实施了卫生管制措施 例如在公共场所要求所有人在室内佩戴口罩 无论疫苗接种的情况如何 本周一项新的全州规则生效 要求参加至少1000人的室内聚会的参与者 提供接种证明或冠状病毒检测呈阴性 洛杉矶县也将在下个月开始制定一项授权 要求出示COVID-19疫苗接种证明 或冠状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 才能进入某些室内空间和室外的大型活动 县卫生官员说 对未来病例激增 应持 谨慎的态度 希望这样的授权将增加疫苗的接种率 新规定也将适用于室内的酒吧 夜总会 以及超过1万人参加的户外活动 那尚未接种疫苗的12岁以下的儿童群体 则不受疫苗规定的约束 加州和联邦的未付租金暂停逼签令将于9月30日到期 全美超过200万名成年人租客面临即刻被逼签的威胁 其中有88万人居住在加州 伯克莱加大特纳住房创新中心的雷德 在9月14日EMS召开的座谈会上 引用了城市研究院公布的这些调查结果 雷德说 我们正处于一个完美风暴中 加州住房成本远超过收入 新冠疫情让这个情况变得更糟糕了 政府目前似乎无意延长暂停逼签令 此外尽管联邦政府今年春季拨出了465亿美元援助金 给受新冠疫情影响的家庭 足够每个人偿还两倍的未付租金 但至今只发放了62亿美元 加州的白人人口和白人游民人口比例分别为72%和54% 非议为7%和31% 西语议为39%和32% 亚裔为16%和2% 原住民为2%和4% 太平洋岛民意都为1% 许多造成加州住房如此难以负担的规定 都与蓄意将加州社区部分保留或完全保留给白人居住有关 这些规定包括分区法规的限制 例如经济歧视 以及50年代通过的加州宪法第34条 让低收入住房建设变得更加困难 加州1978年通过了13号提案 大幅冻结了现有建筑物业税的上升幅度 但新屋上市时必须缴纳现行税率 加州立法会8月26日批准了一项法案 允许被划分为独栋屋区的土地兴建双排建筑 同时允许土地持有人可将土地一分为二 以兴建另一栋双排建筑 加州州长Newson9月16日已签署通过了这项法案 但专家表示允许兴建双排和四排建筑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但它依然无法缩小住房差距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美好的一天从可口的McDonald's Sausage McMuffin with Egg开始 现在两份Sausage McMuffin with Egg只要4块半 McDonald's早餐是您的早晨动力 请马上来品尝 价格与餐饮店家可能有所不同 当地时间22号 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出席了卡特中心和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联合举办的线上对话会并发表讲话 秦刚表示在中美几代领导人和各界人士共同努力下 中美关系才取得了长足发展 但当前美国一些人把美中关系定义为民主与威权的对决 挑动意识形态对立 这是两国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政界所在 秦刚指出 一个制度是不是民主 要看其能不能代表人民的整体利益 人民满意不满意 今天中国的人民民主是全过程民主 人民既有选举权 又有依法广泛参与国家治理的权利 秦刚说 当有些人满世界拼凑针对中国的民主国家同盟时 14亿中国人彻底摆脱了绝对贫困 正迈步奔向共同富裕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第一大货物贸易国 每年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 中国正与各国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和中国中国僧人类群 是不同的在历史、在社党、中文化、中文化 和政治的领域 但正如同时 川普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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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佩 亿主义民人们的平和民主义民旧 希望平和民主义养党和民主义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21号举行的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时的这一论述发人深省 这是一个值得世界深入思考和交流探讨的话题 人们不能陷入某些西方政客设下的民主对专制的话语陷阱 将中西方关系渲染为民主对专制的做法 本身就不民主 美国没有资格单方面定义并专享民主 更没有资格将自己的标准强加于人 甚至搞所谓的民主改造 在中国人民是民主的核心 不论是进行选举还是实行政党制 都是为了选出合适的人治理好国家 为人民谋福祉 民主不是摆设 关键要管用 实践证明中国实行的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 同人民在一起 一切为了人民的民主政治 行得通很管用 反观之下 从美国国会山因大选结果遭到冲击 到美国疫情死亡人数超过西班牙大流感时期 再到美国富人借危机 敛财加剧贫富鸿沟 美国政府治理的失败 令全球民主灯塔光环彻底消退 世界则由此看清 民有民智民享 在美国遥不可及 美是民主的本质 正如诺贝尔经济学讲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描述的 百分之一有百分之一致百分之一想 当地时间22号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表示 他曾试图安排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对话 但迄今没有成功 一周之前 莫里森取消了与法国的一项重要潜艇交易 引发两国外交纠纷 但莫里森当天强调 自己仍会把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利益放在首位 莫里森表示 澳大利亚重视与法国的关系 实际上澳方与法方目前仍有价值约60亿美元的国防合同 澳方与其他欧洲国家也还有价值320亿美元的国防合同 另一方面 法国海军集团22号说 将给澳大利亚发一份详细计算的清单 就澳方终止先前与这家军工企业签订的12艘潜艇采购合同 提出索赔 海军集团首席执行官波梅来告诉法国费加罗报 索赔清单将在几周内送往澳大利亚 波梅来说 澳大利亚任意终止合同 法方没有过错 澳大利亚2019年 与法国政府控股的海军集团正式签订协议 向后者订购12艘排水量4500吨的攻击级常规动力潜艇 当时合同金额为365亿美元 由于成本超支和汇率波动 这笔军购估计最终耗资659亿美元 按照法新社的说法 就这项潜艇制造工程 海军集团已经投入了大约11亿美元 资金由澳邦掀起支付 因此法方目前没有损失 马来西亚国防部长西沙姆丁22号说 马方敦促澳大利亚政府 就该国与美国英国建立三边安全火防关系 向东南亚国家联盟相关国家做出解释 西沙姆丁说 东盟的力量并不是体现于一己之力 而是体现于十个成员国团结在一起时 让地区的和平态势和安全得到维护 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15号宣布 建立新的三边安全火防关系 根据三方安全协定 美英将帮助澳大利亚建造八艘核动力潜艇 马来西亚总理伊斯迈尔17号警告 这一协定可能破坏东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 成为地区和军备竞赛潜在的催化剂 触发更为激进的行动 印度尼西亚同样担心 这可能引发地区军备竞赛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22号宣布 打算在澳大利亚东部城市图文巴 建立首家海外总装厂 用于军用无人机最后的装配作业 波音澳大利亚公司设计的武装无人机 中程辽机将在这家工厂生产 这款无人机具备情报支持 监控侦察和电子站等能力 澳大利亚空军目前是中程辽机唯一确认客户 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 寻求振兴国内制造业 鼓励美国企业在国内扩大投资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 对波音而言远离美国本土建厂值得晚备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新冠肺炎疫情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21分 美国过去24小时新增131903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累计确诊病例增至4251万2327例 累计死亡病例超68万例 由于疫情持续蔓延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22号修订了针对辉瑞新冠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 允许特定人群接种一剂辉瑞疫苗的加强诊 美药管局表示 在全面考虑现有科学证据 以及经由独立的外部专家组成的咨询委员会进行审议后 修改了针对辉瑞新冠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 允许老人和高危人群接种完第二剂辉瑞疫苗 至少六个月后接种一剂辉瑞疫苗的加强针 美药管局解释说 老人指的是65岁及以上人群 高危人群指的是18岁至64岁 有新冠重症风险人群 以及有职业暴露风险人群等 尽管美国政府反复呼吁民众接种新冠疫苗 但包括亚拉巴马州阿肯色州在内的十个州 疫苗接种率仍然很低 平均接种率仅为45% 这十个州的州平均死亡率 是疫苗接种率最高州的四倍多 平均住院率是疫苗接种率最高州的近三倍 美国媒体22号报道 疫苗接种率仅有41.6%的亚拉巴马州 去年死亡人口首次超过出生人口 这其中引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数占了很大的比例 专家警告称 美国即将进入秋冬流感季 除非在短时间内大幅提升疫苗接种率 否则按目前的趋势发展 亚拉巴马州的新冠疫情在未来几个月内可能将再次恶化 全年死亡人口超过出生人口的情形也很可能再次上演 此外新冠疫情还减缓了美国经济复苏的步伐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2号发表声明称 经济前景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疫情 疫苗接种进展可能会继续降低公共卫生危机对经济的影响 但经济前景仍然存在风险 根据美联储当天发布的经济前景预期 2021年美国经济预计增长5.9% 较7月份预测下调1.1个百分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